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高平溪旧铁桥师弟公寓 旧铁桥建与陆继时期 平是44年 也是1911年 到今天已经是110年 这里是游客中心 到铁桥师弟公园里面 有一座古鸡 是三红瓦窑 这里由于土石因素 后期为台湾主要的瓦窑集中地 但现在平时三红瓦窑 能在运作 目前三红瓦窑 除了继续生产传统砖瓦 共骨机修复使用外 也有生产文创产品 它里面就是可爱的猪猪 都是他们的文创产品 自己制造的 互助的像一个古鸡 也像个小蛙耶 这是他们生产的传统砖瓦窑 这是他们的存放产品 可爱的乌龟 当面就是一种 现在就是一种古鸡啦 装卖店 除了看他们的产品之外 这里还有下午茶 可以在这里有个下午茶 慢慢欣赏 他们都能算产品 没有太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照看 做的 对 你 你 那个 那个 你 这里他们提供场地提供材料 让大家DIY做自己的创意 这是瓦窑的正面 现在他这些老工厂都已经变成骨鸡了 工厂已经变成骨鸡 颜知恩惠的表现百年以前的工厂 现在我们要进入那个旧体桥 就铁桥铺设两种挥狗 除了扣印列车之外 以前也提供那个财产小口车通行 这里能看到新的铁桥 完毫的内收通过 完毫的内收通过 前面不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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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底花種盛開的時候 我會再來拍攝 就是波斯吉 就是香葵 所以配的花也很大 看起來如果開的話 花還很漂亮 現在剩下差不多了 這是高屏西底下的那些鳥類 很多鳥類 種類也很多 還是活到的那些鳥類 是在小品牙上 吃的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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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影片就在座李傑斯了 谢谢大家的观赏 谢谢 再见 请大家帮我按赞 订阅分享 谢谢大家